馬路左右兩側放眼望去 每隔一公尺 就會放上一個大型長方體的立牌 寫了不同單位的稱號 放了二十個綿延整條馬路 被民眾抱怨 由公廟為了舉辦鎮頭活動 沿街擺放大型登柱 導致騎士們沒路可騎 只能被迫跟汽車搶盜 有民眾拍下二十號 在左營海德路上這幅景象 沿街擺滿鎮頭的登柱 質疑這樣算是擺在路間 還是積慢車道 算不算違規佔用路面 那跟他協調的話 就是說有關他們停車的問題 我們可以幫他付 這漏是一天的事情 這又不是說 市長跟你擺在這那就不行 是有依法是合准的 道路標誌標線的設置 那這部分 這個是路面邊線 並不是一般的車道線 廟會活動有事先申請 也會派人加強疏導交通 擺放三角錐 夜間也會增加照明警示燈 確保二十一號開始 為期三天的廟會活動 最大程度避免影響用路人 三例請黃大衛 我會喜歡搞什麼的